6月1日晚,云南西双版纳众多市民拍摄到云石坠落画面,夜空出现一团明亮白光,并泛有巨响,一座大桥上车辆排到的白光环破夜空,2月上午,就有当地人找到一块云石,专家讨论是很完美,云石经专家初步鉴定,据说很新鲜,去年10月4日,一个比满月还亮的白色发光起, 均入云南湘戈里拉,据网友描述,当时天空突然间全亮了,亮光闪了两下,紧接着带着火光的火球从天空踏过,月时划过夜空,根据NERF公布的卫星观测结果,这是一次小行星撞击地球事件,很可能有未燃尽的月时落在地面,眼眼观察月时光亮有月亮大小,去年10月11日,中国科学探信集会, 云石科学考察专业委员会,发布一万元每课的悬赏令,专家划定了云石可能滞落到杂志范围,来自四面八方的数百名搜寻者,又入云南迪径中,开始追寻他的足迹, 连续寻找了四天的旅剧藏地作家刘杰文说,出了他们团队,寻找途中碰到另外几个寻找云石的团, 找云石的人,在悬崖草必经苦时,到当年10月20日,中国科学探险协会也是科学考察专业委员会,已结束宣伤令,以确保在险峻环境中,进行寻找活动,产生意外事故,可是会造成不必要影响, 而有时至今下落不明,这是新疆一块被发现的巨型陨石,在随后,成都第一场珠宝展上,出现了多块被称为天外来客的陨石, 其中一块被残杂商称为云南虾格里拉陨石,形寻找一刻卖20万, 但是中国科学探险协会也是科学考察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蒋雷,听说后直接说了两个字,假的,专家,扩展而已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